我安 您好 歡迎收看一言新邦 台北股市今天大漲三百七十八點 收在兩萬零七百九十六點 這收盤再創歷史新高 成交量是四千四百二十三億元 切盤是如何分析 我們現場為您邀請到的兩位專家 首先是品封大中華投顧的蔡豐盛分析師 老師好 明軒好 大家午安 第二位歡迎郭大儀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盤面上怎麼做觀察呢 我們現在請教豐盛老師 好的 感謝明君 昨天的台灣股市盤中最高漲了一百五十點 收盤漲八十點 但是因為昨天是禮拜一 非常的一個什麼 具有所謂驗證的一個效應 週一效應 所以代表這個禮拜 我昨天也講了 這個禮拜看看能不能夠 反正每一天的收盤價去站上二零六零零 這樣台灣股市就非常的一個光 就是應該算是一個非常威武的一個境界就出現了 未來性不管兩萬一兩萬二就比較可靠一點 沒有想到今天禮拜二馬上落實出來 但是今天這個盤這麼的一個強大各位 也是蔡老師每天跟你講的台積電發揮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今天應該最悲情的是ETF的投資人 情何以堪嘛 台灣股市每天在大氣 ETF每天在賣氣 各位對不對 我說你要買ETF 你為什麼不去買台積電 我講的東西都歷歷在目 你每天都可以驗證 當然現在為時不晚 你可以改過來 好不好 來啦 先把蔡老師的祝福放在你心裡 你有任何操作專業上的疑慮來找我就對了 好不好 忠心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說過投資就是認知的變現 上禮拜三我們遇到了7.2級 25年來的一個大地震對不對 7.2級嘛 7.58分 然後9點台灣股市開盤就開這樣 最低跌了196點收盤跌128點 那時候大家就會煩惱會不會法人說要賣 我說法人不會因為地震賣股票啦 會因為一些所謂產業的因素 他會說不要持有全部賣掉 不會因為台灣股市 不會因為台灣地區地震已經賣股票啦 笑掉大牙咧各位對不對 上禮拜三你有這樣清楚的一個了解嗎 各位 四月三號大地震越震越高 外資賣天天也賣 投信是我們要觀察的重點 一樣買這四月三號 關鍵是業內買盤 上禮拜三大地震的時候 業內買盤又推高了對不對 是不是又買了16億 所以昨天四月八號台灣股市週一效應漲 150點最高收盤80點 上禮線70點不是什麼 以目前來說我認為你起碼上禮線要200點以上 才有一點點出貨的疑慮 但是這個盤因為外資天天在賣也不用煩惱嘛 因為如果外資天天跟投信一直在買就有可能買盤捷徑 結果現在外資都沒有買了各位對不對 那業內買盤一直推 那今天更好笑了今天新台幣還在貶值台積鏈漲40塊 我們台灣股市都在創造歷史 各位是不是蔡老師帶領你一起做見證人 這是昨天四月八號最高20487嘛對不對 一樣創歷史新高又週一效應 那你看昨天外資還是賣啊 對啊賣123億不用管他了 投信持續買買25天 業內買盤又買了7億多融資 對不對 所以這個禮拜真的是很幸運的一個禮拜 週一效應開得這麼好 今天早上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的CPIR今天晚上要公佈 所以前幾天他的一個股價幾乎都不太會動 對不對 道瓊跌11點 Standberg500跌1點 科技股漲5點 費半漲6點 幾乎都沒有參考數值 對不對 你說要參考的一個數據就是台幣弱勢 對 那台灣股市還能創新高 那就是硬抵制了 所以你看喔 台灣股市今天最高漲了401點 20819 那收盤啊 漲378點 同樣都是大漲 那這個大漲 其實我幫你算了一下 從1月17號這些技術派的說放空台股啊 到今天為止已經被課了3668點 所以你一定很後悔啊 去學啊普隆公的技術派 很多啊 這一些在網路一天到晚在教你放空的 全部都糟糕啊 這一波一邊再建議了啦 一邊再建議了啦 什麼破景線對不對 台子旗結算放空追殺台股 1萬7要跌到1萬3 1萬2 結果呢 現在已經要到2萬1了 那一些普隆公的技術派不是全部都滾了嗎 各位 今天的關鍵還不是我昨天一直跟你強調的台積電嗎 台積電這昨天最高792 台積電 歷史高點是3月8號的796差4塊錢 所以我就說你有要買ETF的 你怎麼不會想要去買台積電就好 你怎麼會去買那一些ETF 而且還是50支個股的綜合體 你現在真的很難受啊 因為你那時候買的時候 台股還不到2萬點 現在台股已經要到2萬1 結果你ETF還賠錢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來 禮拜三下午1點32分 台積電就會公佈營收 以目前來看的話 對照去年3月份1454億 那2月份工作天數少 他1816億 所以出現月增年增應該跑 平常心面對就好 台積電就漲定了 是不是 這昨天的台積電講的 我修正 這禮拜六台積電 再度的發重訓 2024年營收目標不變 要成長 年成長20% 台積電 台積電 全世界關心 我感覺都是假的 都是關心台積電有影響 沒有 實在一點的話是這樣 台積電說 我又強調 上禮拜五強調 上禮拜六又強調 是不是 年度成長20%跑不掉 今天早上 來 這個消息 美國政府補助了 台積電也要蓋第三場 這個東西看起來好像都是商業上的行為 其實我是覺得 台積電被美國政府綁架了 因為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你知道明天公布的三星也要拿到 跟台積電同樣的一個補助款嗎 補助的額度嗎 問題 現在全世界沒有三星 全世界還在前進 不能夠沒有台積電 我們地球如果沒有台積電地球 就停止運轉了 各位對不對 但是你看美國政府只給台積電補助66億 然後還有 美元貸款50億 你對照Intel給了85億的一個補助 然後110億的一個美元的一個什麼 一個貸款 情而以堪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覺得美國對台灣是不友善的 他掐死我們的一個台積電了 所以台積電第三場 就是2奈米 第一場是什麼 4奈米 第二場是什麼 3奈米 第三場 2奈米 或者更先進 更先進可能是1.4奈米 或者1奈米 不管如何 台積電長代表蔡老師 每天跟你講的苦心 完全的 都能夠開發結果 我也很感動 台積電 對不對 你說今天與其說台積電長 我倒是覺得是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這個張淑芬女士去慰問花蓮 帶動的一個什麼 善的循環 講得多好 他要把這個災民的心把它安定好 他不像隨便的人在捐什麼款 捐款你要用什麼 他去視察 看看台積電的力量能夠幫到什麼 高雄氣爆不是這樣嗎 去蓋房子的是那些台積電的經理協理 各位你要記不記得 都比政府快了好幾拍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今天創歷史新高 老天爺有開眼 各位對不對 台灣人有台積電真的 勝過一大堆政黨在亂搞 各位不是嗎 所以台積電的溫暖讓全台灣的人民 全台灣的股民都感受到 蔡老師天天講台積電的好話 我也餘有榮焉 各位 你再來看看長榮海運 奇怪為什麼我會笑出來呢 真是對長榮海運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長榮海運是硬家的 最近00939 00940 怎麼不會去買這個台積電 怎麼要納入的是長榮海運 我一直覺得很好奇 然後面擺出一個什麼巴菲特價值投資 在那邊致圓其說 其實我也幫各位算了一下 整個這些高息 這些高股息的 這些各個 各個投信 ETF 只有一檔有台積電成分 那一檔叫做00900 富邦高股息的 這個ETF 00900有台積電 其他通通沒有 你看這些投信到底後面 這沒什麼 台積電今天創歷史新高 你那些沒有ETF 納入台積電的 你今天解釋一下 來解釋一下 長榮海運 你說老師還好它漲 漲有用嗎 昨天的陽明 昨天的旺海都還在破底 你來看看 來 今天的台灣股是大家高興的要命00940 因為大部分的投資朋友都被拐了 你敢不開心 00940 在這裡 最低平盤 你會高興嗎 各位我問你 這裡買了1700多億 還沒回來10塊 你高興個什麼 台灣股市都已經漲了快5% 2萬 漲到2萬1 不是漲快5%嗎 理論上 當初募集的時候 你會想說 那台灣股市去 我們買這種ETF 才你說過一定很高興嘛 對不對 然後他又講說 年化報酬率8% 好 高興是 所以有人去解約貸款 瞞著老公 或者是老婆 這樣子去ALL IN 有沒有 說什麼 哪一個工程師 喔 這 介紹了 各位有沒有 結果我告訴各位 現在不是年化報酬率8% 還沒開發結果 現在是買拉斯 現在是連台面上 喊牌的能力 都沒有 你氣不氣 然後 齒骨第一個 第一名的 就是長龍海運 如果把它換到台積電 今天會這回事嗎 你來看看00940 昨天的一個禁止 還9.76 你怎麼對1700多億的一個 受益人 有所交代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 如果你喜歡玩跌跌樂 你去買樂高玩具 我發現這個ETF是跌跌樂 因為他們的這種重疊性太高了 就是後面的ETF 去捧前面的ETF 這樣交叉持股 完全沒有選股能力 你在台灣股市目前賺錢 有這麼難嗎 你再來看00939 今天翻黑了 來 最會漲的 有漲的 也只有長龍海運這支而已 我講的都很公道 各位你來看看 今天還翻黑 台灣國旗去西巴掌 還翻黑 這個投信經理人 是不是應該換一換 我高興你不會換 齒骨會換 齒骨會換 我也不想講了 各位所以我說ETF是外資的提款機 你看看這個昨天00939的禁值14.82 這都還不夠及格邊緣 15萬 而且 這不是賺不賺錢的問題 這個是還賠錢 你還在發春秋大夢 說他可以年配息8% 這是3月28號當天晚上 我跟你介紹6207雷科的那一天 我的解盤我就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有一點圖利特定人 我實在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你會那麼喜歡ETF 這個差大 我不要講你都知道哪一檔 買了220億 因為1700多億對不對 外資那一天賣了93億 這個對照這個個股 長龍海運 外資賣15.3億 然後這個差大投信買了38.5 那當天的投信買238億 外資賣237億 開玩笑啊 把投資人當冤大頭 這樣你敢聽嗎 然後金管會就要開始趕快註銷 要風險 早不講晚不講 券商公會也要註銷 注意風險 當初我記得 找網紅來講ETF 不是這麼一回事啊 講得頭頭是道 在想人 叫人 什麼 貸款all in 是不是 然後呢 實際上的績效慘到爆 是不是 對吧 17檔高息ETF 首計只有一檔贏大盤 那我一直跟你說 其實我發現這個是疊疊熱的遊戲 這個真的沒什麼厲害 投信持股超過15%的個股 有21檔 超過10%以上的有45檔 目前是牛市 你牛市都不會賺錢了 後面台股震盪一下 你們都要了不起 良心化好不好 而且我一直告訴你 我不是在講他 ETF多麼難看 因為你選股自己可以當自己的老大 你幹嘛把錢讓人家去歐北交灘呢 我說什麼樣的人玩什麼樣的鳥 都已經玩到老鷹了 你還在玩死姐妹 你是停留40年前是不是 雷科 來各位3月28號 那時候跌三毛40.35 蔡老師 節目3月28號就跟你講雷科 證據都在這裡 品封大中華 對不對有沒有 中低價設備股 一支四萬 4月1號開始漲 雷科 各位 4月2號漲停板 有沒有 再來4月3號又漲停 昨天又漲停 對不對 今天的雷科盤中再漲停 622嘛 我沒記錯62.22 來 40.35來到622 六天交易日漲了54% 你買ETF 你就是希望他一年配給你8% 他現在不僅8%還沒有落實 他還給你賠錢 好 就算他落實了 來 六天你賺了54% 你還需要那個商品一年8%嗎 你的問題就是你沒辦法選股嘛 老師的專長就是我有能力選股嘛 那找我來幫你不就好了 銀廣來 3月18號82.2 一直到今天各位 4月9號再拉漲停108 從82.2到今天108各位 31% 來你的年化報酬率假設一年可以賺8% 那也足以啊 你四年的獲利我一次給你啦 不是嗎 更不用講加幣期 2月29號那一天啊 95塊3 一直到今天喔各位 你看看加幣期喔 昨天來到17號 今天也沒跌169.5 波段漲幅80% 10年啊 然後現在那些ETF還沒賺錢啊 所以你當然要注意風險 你要審慎選股 所以蔡老師的節目就是因此而存在 是不是 所以我也告訴你還沒加入 賴生活圈的趕快加入 有問題都可以問 產業選股搭配題材為輔 拿我們低買高賣 你想什麼我通通都給你 所以戰勝恐懼的命絕 只有一個叫做槍在手 請你一定要跟著蔡豐盛老師走 我們先把節目時間 交還給明君 好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 國安回來繼續請蔡老師 幫大家分析 歡迎回到一言新幫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好的 感謝明君來各位 讓我們一起把受災的心安定下來 這是今天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去花蓮散播的一個大溫暖 同樣的在股市裡面 你有可能因為操作不如意 所以蔡老師也希望把你在股市 受災的心安定下來 好不好 所以你看看台積電 蔡老師每天在講 那時候產業介紹還580億斤內 已經800多塊了 各位是不是 是不是產業選股就是你的救星 所以先把蔡老師的祝福放在你心裡 因為剩下來你不會有問題 你要走什麼路我都幫你想好了 你沒有辦法選股的問題 我都幫你補上來了 威剛 今天最高104 今天還拉尾盤 因為營收上來了 記憶體族群你可以留意 因為很多都在低位階 好不好 蔡老師也都不跟你講廢話 因為時間真的很寶貴 01安全之通的3029 3629除息4塊 那今天也都順利填息 很多ETF除息之後是一路的貼息 包括中壘 包括人寶 神機神打你自己去看 好不好 所以那些ETF說什麼 要等著去填息 去做夢吧 夢裡什麼都有 各位 嘉哲不是高價股嗎 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蔡老師說的時候912 各位這個都鐵證無三 我不做一般的節目 我做的節目都是人家做不到的 所以蔡老師沒有在糊弄你 我也希望你做股票 你能夠做得好我祝福你 做不好的也沒必要去買一大堆 什麼特殊的金融商品 不就是選股問題嗎 不就是如何低買高賣的問題嗎 那有什麼問題呢 蔡老師就是幫你這一盤 補足的一個人嘛 各位懂嗎 所以跟著感覺走財富天天有 好不好 蔡老師的節目 感謝各位熱情的收看 還沒加入LINE生活圈的 合法的投信投顧業者 需要大家的全力支持 好不好 所以希望你懂蔡老師的意思 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 需要幫忙的 今日是今日必 不要拖到明天去 戰勝恐懼的秘訣只有一招 叫做槍在手 請你一定要牢牢的跟著蔡豐盛老師走 一通電話徹底解決 你操作台灣股市的疑難雜政 我們把節目時間交還給明君 好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司所推薦分析支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該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且自負投資風險 助您操作勝利 我們再會